我是马哥 今天不做饭也不聊训练 今天想要大家聊聊健身 最近疫情在我们国内已经相对的稳定 很多健身房也已经开始陆续的营业 响应国家和中南上院士的号召 呼吁大众健身也是我们从事健身行业的义务 今天要大家聊聊在健身的路上有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迷茫期 从你第一天踏住健身房 看到器械区各种五花八门的器械 看到力量区的肌肉男们举着你 可能觉得自己永远都举不起的铁片 励志的小姐姐正在对五颜六色的器材挥憾如雨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健身房显得格格不住 所以唯一能快速上手 并且让自己觉得有在运动的器械就是跑步机 但是往往有一些人他一跑他就不愿意下来了 因为不想去学习器械 不想去接触其他形式的运动 久而久之健身就和跑步划上了等号 那么因为枯燥而放弃那也是迟早的事情 其实健身有很多种方式 跑步或许可以改变你健康 但是改变身材改变气质让你变得更自信 基本上于跑步他是搭不上边的 再有一个就是一开始就在健身房瞎练一通乱搞 换来的结果要么是受伤 要么就是没有效果直接放弃 所以在对健身的不了解 在还处于迷茫的阶段的时候 一定要去学习更多的器械 更多的健身的知识 并且找到一套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案 不要在你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 就去否定或者放弃健身这个事情 第二个阶段痛苦期 我从事健身行业七年的时间里 遇到在这个阶段放弃的人是最多的 我之前发过一条朋友圈有在讲过这个观点 健身训练的适应期它至少是两周 科学的训练至少持续连续两周之后 身体才会逐渐的适应过度的疲劳和酸痛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训练体验和效果 很多人可能突然看了鸡汤 或者受不了自己的体重 决心要开始改变自己 但是往往在最煎熬的第一周就撑不住 捂着疼痛的大腿和手臂又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圈 过了漫长的一段时间又开始找到决心 又重新的去折磨自己几天 然后又选择歇菜 周而复始 这样不是在健身不是在改变而是在自虐 其实在刚接触健身的时候 不管是器械训练还是自重训练 都会有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 就是不管练哪里就酸哪里 特别是一个有规律的分化训练周期 会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感觉翻身都不容易 其实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也在逐渐的进入下一个阶段 适应期 当你的身体逐渐的适应了运动强度 那么说明你要健身这条路上 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这个时候更加要强调自律 保持规律的锻炼生活 因为这个时候一旦你停止锻炼 选择偷懒一段时间的话 可能将会是另一段噩梦的开始 你将会重新经历一段残忍的痛苦期 并且上一段痛苦期也已经白费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坚持 健身的第三个阶段突破期 其实可以坚持到这个阶段的人少之又少 这个时候你已经具备了一个健身爱好者应该具备的条件 第一拥有一定的健身知识储备 可以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训练计划 第二无论身材还是体能体态 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并且有意识有冲劲的想去突破自己 你变得更加健康更加自信 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去处理工作和生活 最后一个阶段健身老鸟期 到了这个阶段你至少已经有规律的锻炼了一到两年 健身已经成为了你生活的一部分 它不再局限于健身房 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差 你都会有意识的去做几个卷腹或者服务秤 去保持自己的身材和活力 只去到健身房都可以挥汗如雨 在朋友圈记录打卡你的健身生活 并且影响身边更多人去参与到这项运动 在朋友之间你往往就是那个身材最好 走在街上回头率最高的人 到了这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放弃的理由 从迷茫期到痛苦期到适应期 再到突破期再到最后 健身已经融入了你的生活 其实往往最容易放弃的就是刚起步的阶段 所以马哥给你的建议是 一开始健身不要给自己一个太高的预期 什么一个月报受10斤20斤 不然你要么会失望 要么会对教练给你的高强度训练计划给下跑 循序渐进的健身一步一步的去突破它 除了健康和身材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收获到更多的东西 总之干就完了 希望今天我讲的东西可以帮到你 我是爱学做饭的健身教练马哥 关注我解锁更多健康有趣的健身生活方式 好了这一视频就到这里 INAJUYC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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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